这段时间,法国巴黎可是非常热闹,时装周来了。 于是,众多艺人纷纷赶往巴黎看秀,与这场时尚大典同欢,顺便展示下自己的近况与时尚资源。 宛如另类的红毯,PK,今天,就带大家聊聊活跃在时装周上的明星吧。 一张百支,谁能想到,43岁的张百支居然在巴黎咽压了一众女星。 其实,早在张百支刚到巴黎的时候,就传出了不少街拍。 画面中的她,五官精致,长发披肩,一身绒装外衣,温婉也有气质。 而她在时装周上的造型,更是亮眼。 由今挂博连衣裙勾勒出傲人身姿,高马尾的发型,非常简厉。 有少女感的同时,也散发出一股妩媚迷人的气质。 即便是生涂,她的颜值与身材也非常抗大。 不得不说,古像美人真的太好看了。 当然,很多网友更喜欢张百支在社交平台晒出的几张氛围节拍。 这是不是就是网友说的阿姨疯啊? 二杨子,杨子的红毯秀,大家都不陌生。 大气名艳,又极具个人风格。 此次的巴黎时装秀,它算是来得比较晚的。 从机场的路透来看,杨子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。 牛仔外套加牛仔短裤,搭配长筒靴子出镜,大长腿格外惹眼。 当然,颜值方面也不用担心,处于巅峰期的它,绝对有战斗力。 而它的巴黎袖,也没有让人失望。 白色衬衫裙,夹直筒靴,袖身材,显气质,妆容也比较清透,整个造型主打一个高级感。 并且,生涂也非常不错,不难看出,状态不错。 三白露,一直以来,白露的搞笑女路线确实挺有路人然的。 生活中的日常穿搭,衣批也不错,再加上颜值,身材都很OK,随手一拍,都是女神饭。 但这一次在巴黎时装周上,她居然挑战了烟熏妆与蕾斯加皮革的硬核礼服。 从精修图上看,这样的白露可能还让大家觉得有点惊艳。 不过,现场的生涂就莫那摩理想了。 首先是妆容与发型显脸大,并且直角间的服饰并不适合娇小的白露, 反而拉跨她的整体造型。 此外,黑色与浅宗的搭配在视觉上容易造成上长下短,不协调。 四,赵露丝,首次参加时装周的赵露丝吧,从出发去米兰就换了N套造型。 尤其赶在大秀模特展示前,就提前上身范思哲2024春夏系列成衣。 加上看秀时做头牌,靠着范思哲CEO吉姆公司CEO,官方还发文认领,亚洲女星独一份的牌面。 听起来很牛,但大部分网友看到她的米兰造型时,都眼前一黑。 那与女明星,哪里陷过这种爆发护风的? 两套黑色load,不知道还以为她去参加微商年会。 拜托赵露丝,能放弃对韩世爱豆丰的执着吗? 半永久黄头发真的很显土。 而当她蹬上一双驴梯高跟鞋,身着阿姨连风蓝裙子时,浑身鞋满不大。 还暴露了头身体很烈的事实,加上她真的很爱仰着头露出些很高贵的表情,给人观感就很难听。 5.于舒心 于舒心的时装周造型是一套爆纹无袖长裙。 妆容主打的还是一贯的甜美风,给人一种纯美感。 与张柏芝同框时,更是凸显出截然不同的风格,就连旁边的小哥也是不时侧面偷描。 除去这套造型外,她的那套低胸圆点长裙也非常好看。 一来,她的皮肤白皙,长相甜美,很适合这样文静的装扮。 二来,身材娇好的她,也能展现自己的个人魅力。 6.杨幂 杨幂这次完全不在状态。 造型上,黑长直家棕色风衣,标准的都市女性范。 放出的精修礼服造型,虽然大气,但却不够惊喜。 并且,工作室放出的众多精修图中,杨幂的表情很是怪异。 有网友猜测是美颜过头了。 不过,从合照来看,杨幂明显有点憔悴,左右脸部有点不对称,不在状态。 当然,相比较别的女性,她在时尚圈的地位与资源则是非常好。 看内场的座位就知道了,完全是C位团宠。 7.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的颜值,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渴。 一身白色的连衣裙,出场就是无数观众的白热光、眼神。 她的颜值还是比较能抗高清镜头,即便是生涂,也与精修涂抹多少区别。 偶尔惊鸿一瞥,也咽压重心,让人颠倒不异。 8.杨颖 从工作室发图、巴黎粉丝泛拍以及路透照来看,杨颖这次的状态非常不错,美貌也完全现上。 她的第一套战袍是战蓝去鸟心中式礼裙。 礼服贴合曲线的设计将杨颖的好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,看起来大气又稳婉。 到了巴黎时装周现场,杨颖身着一席大红色抹胸礼服面对镜头,妆容也是烈焰红唇风,非常妖娇艳丽有气势,长卷发尽显五味风情。 在路人手机对脸录制的视频中,杨颖的脸也一点都扭光,皮肤看不出什么瑕疵,妆容也不出错。 等到换上了金色链条丝绸长裙,杨颖更是气场全开。 黑色棕色的礼服颜色搭配增添了妆重的感觉,很符合秋冬的氛围。 杨颖又把发型适时调整成低马尾,更显端庄优雅。 耳朵上的超大颗珍珠耳环和金属色项链戒指又增添了几分贵气。 这样的杨颖站上街头,完全诠释了网友的一句评价,时装周不是笔姐的舒适区,是统治区。 即使是路透的高湖画质也挡不住杨颖优雅的气质。 视频中,她把墨镜一戴,仿佛出来寻街的女王,周围人的视线全部集中,还有人在偷偷拍照。 一张杨颖给粉丝签名的照片,更是令不少人惊叹她的美貌,皮肤好好,好温柔漂亮。 杨颖还准备了另一套差不多颜色的穿搭,看起来更清凉一些,美貌也时刻献上。 不过,因为身陷风把秀风波,杨颖回国后再也没有露过面了,不知道此事会对她产生多大影响呢。 9.周冬雨 率先进入大家视线的是周冬雨,身体盔甲,四壮汉,此番造型太难看。 服装设计师丝毫不考虑女性追求的美的身材,直接给你加宽加厚,省去了吃蛋白粉和在健身房拍照的时间,让你穿上就是公二投机勇士。 上半身的粗壮与纤细的下半身形成了对比,这要是出了同系列的裤子,拿去健身房,耐不得卖断霍了膜。 这两年好不容易性感的一些,这盔甲一穿,周冬雨真的是鸟回小孩穿大衣时期。 细看周冬雨的妆,也是好一个无语,过分妖艳的眼妆和她幼泰的脸真的不搭,她偏偏往颧骨附近打了那摩多阴影,是真像脸肿了呀。 造型师水准咋还后退了呢? 10.七威 时尚女王七威最近真的是相当的勤奋啊。 在这次巴黎时装周的竟然一连赶了三场的时装周秀场,先是圣罗兰的秀场之后,是莲卡佛的秀场,接下来就是现在工作室最新发布的伯洁维维亚的秀场。 这次七威的造型没有选用马尾背头等利落的发型,而是一头极美刘海的中长发,微翘的发烧与随性的碎刘海配上简单的淡妆,不同以往的功气十足。 这样的发妆让七威显得甜美可爱,很有少女感,感觉一下子年轻了十岁。 不过生涂的七威非常拉垮,红绿黑撞色,还有各种看不懂的图案,让网友直呼这套造型简直太歹毒了。 不过七威本身状态也不好,法令纹遮不住,整张脸都有往下拉的感觉,明显看出疲惫,这张歪嘴笑的照片整个透露出一股子油腻感。 十一,马丝唇。马丝唇的状态也很是一般,造型很难驾驭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确实是还没完全瘦下来,风格没着准。 放大外眉发布的生涂,马丝唇眼角细纹以及下巴上的纹路让他看起来很憨厚,乍一看壮脸海练薄薄。 厚重的齐刘海还有各种俗气的项链,以及看起来分量感很重的长外套,整个人特别老气。 就算是后续有打光,反而更加暴露了问题,脸和脖子两个色,稍微一低头就快看见双下巴,能看出自信回来了,但状态还是要好好调整。 男爱豆徐丽浩的生涂让不少粉丝都表示不感人,有打光加成的情况下还是能看出皮肤不太好,脸和脖子两个色,而且年纪轻轻,法令纹就很深,隐约还能感觉到他有点秃嘴,反正就是不像个爱豆。 十二,赵金麦和张静怡同框对比。 合照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靠近镜头,赵金麦脸盘子看起来特别大,同样是卷发,张静怡脸部线条很清晰流畅,赵金麦的八字刘海像是特意要把脸挡住一部分。 两人年纪差不多大,看起来却并不像同龄人,赵金麦的法令纹比张静怡也要明显不少。 再看看两人单独的生涂,赵金麦面对太阳角度也并不好,整个人脸色蜡黄,看起来非常沧桑。 总算有一张正面镜头的,照片中的赵金麦脸上肉乎乎的,脸和脖子也有色差,整体妆造都很素。 而且说实话,感觉赵金麦的身体线条不够紧实,这条裙子反而显得他整个人很壮,松垮中就会让人感觉很显老,完全看不出是零零厚。 与明星之间就怕对比,另一位小花张静怡发挥明显好少,首先是造型方面已经赢了,同样是光线不好,张静怡完全没有表现出油腻的感觉,非常从容大方,笑容也很有感染力。 13.鼓励那扎,那扎的发挥应该是目前最佳,完全抗住对脸高清镜头,几乎做到了零瑕疵,状容造型都线上没有失误。 13.但有些角度拍摄下的那扎鼻子有点向左偏移,鼻梁太窄,看起来难以呼吸,鼻孔外翻的情况也有,可能只是角度原因吧。 13.整体看下来,你明星们大部分都状态拉满沿至线上,但也有几位翻车,不过状态嘛就是一阵阵的,好好休息保养好又能拉满了,不需要过度焦虑,自信才最美。